你放不放 我说了 我放 友子还好 哎 有话好好说你别拉我可帅了 你弄我的血你好话说 那个 我来找你呢 就是想让你帮我付一下打车费 放心 我会还你的啊 好不喽 你说小姐啊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这还赶着拉活去呢 不好意思啊师傅 那个 我老公比较忙 一共五十七块钱 赶紧的吧先生 我爸还你的 你请你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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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傅拉活呢 你快点 你看 不用找 你老公挺大方的啊 是是是 可是就是脾气好像差了点 不是大老公 等一下 谢谢师傅再见 你来找我就是 你来找我就是 穿的是吗 这 这你 这你 你放开我给你说 就是你的衣服吗 衣服还好 除了长一点 这个鞋 大的呀 你看 定了多少纸 还好那个啥 还好还比较凉快 那你就用我吧 那不然呢 你怎么能随便进别人卧室 你的卧室杀人藏尸了 那个 行了行了 不就是这衣服吗 你别别别生气嘛 这人太多也不好啊 是一件衣服的问题 是是是 我知道你有洁癖 你还干净 你知道你还进 我以为 经过昨天晚上 我们已经有了 够患难的感情 够患难 感情 我告诉你 你和我之间 永远不肯出现这个词 我昨晚就不应该管你 你这种蛮口谎话 胡搅蛮颤 既不礼貌又没家教的女人 简直就是个污染 只配在路边自身子 你放开我 我放了 你放不放 我说了 我放了 我看不了 ico 你放开我 快한테 昨天起床 才会写着 你是不是脸都要烂了 要去整容了 怎么听下有你这样的女人 平板心来的 我说你一下嘛 你真是流鼻血嘛 你是 这种魅力太大了 何时说 你是个屁次男 晚上每次遇到这个女人说话 反应都这么强 我到底怎么了 喂 顾晨泽 你必须停下来 你可停下来 你干吗那么凶地等着我 喂 好好说 好好说 你放开 放开 男女说说 我听你 喂 你干吗呀 你看什么看 你再看下去 我要收费了 这是你供应男的手段吗 怎么说呢 一般我会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一般先会收集资料 再进行分析研究 了解对方喜好 最后裁定战略 怎么 你要去供应男人啊 是谁 我帮你搞定他 说 找我什么事 那个 能不能借会点钱 你到底欠的我多少钱 你还好意思找我借钱 不就是刚刚打车费嘛 五十七块 那算红酒呢 还上次两千多的红酒 旧账还没还吗 你好意思开口 就当日志工资 好吧 我没有借钱给别人的习惯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来算算账吧 我昨天穿的外套价值四千八 你给我毁了怎么赔 你昨天看了我的身体 还趁机卡油怎么算 你胡说 我是看了你的身体 但我绝对没有卡油 那谁知道呢 请不要用你的水准 来评判我顾真责 我做人的原则和道德的高度 你是无法理解的 那你还帮我带回你家啊 那是作为男人的一个风度 你你的水准肯定不会理解 而且像昨天酒吧 你知道有道理多脏了 平时那种地方 我多带一秒都会窒息 对了 你昨天把我的衣服 外套 裤子 鞋子 全部污染了 具体价格我不记得 但总数应该在三四万吧 你敲诈啊 对 你还把我的 汽车 还有地毯也污染了 我给你一百块 够够洗车 洗车是小事 那个羊毛手制地毯 是早期伊朗大师的 最早期的作品 全世界只有一款 价格应该在拍满行才知道 对了 还有你这件衣服啊 我肯定是不会穿的 这个价格应该 行行行 你别算了 但是 你要是不借钱给我 我现在就出去告诉你的员工 你昨晚睡了我没有付钱 你怎么回事 喂 喂 你干嘛呀 你行不行啊 你不是吧 我借你一股钱 就在这儿跟我装晕倒 喂 行行 你不是吧 就你这种心理素质 你怎么当总裁 才跟你借点钱而已啊 算了 算了 救人一秘生到奇迹幅度 再牺牲一下吧 啊 啊, are you crazy